娱乐圈的明星 虽然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感情生活却十分混乱 就连范冰冰、赵丽颖、张子怡、baby 这些纯洁的女星 曾也交往过不少男朋友 甚至有的同居之后 还是一样分手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女星 曾在娱乐圈红吉一时 却意外怀孕不知老公是谁 如今44岁和儿子相依为命 说到杨童书这个名字 知道她的人估计非常的少 因为她28岁成名后就已退 很多人记得她还是在至尊红颜中饰演的徐莹莹一觉吧 虽然这部剧中有贾静雯 宝建峰、赵文卓等大蛮明星 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杨童书 不仅因为她长得漂亮 演技更是这部剧中最好的 别看杨童书长得甜美可爱 但演技反叛 那可是非常的狠毒 当年徐莹莹这个角色 可是被她演得淋漓尽致 表面看起来楚楚可怜 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就连赵静雯饰演的五妹娘对她也是 忌惮三分 不过杨童书在事业最红的时候 为什么之后销声匿迹呢 原来是她意外怀孕 而且不知道老公是谁 为了把孩子生下来 她也是选择隐退回归家庭 专心照料儿子 因为不知道孩子生父是谁 这些年她也是遭受了不少的医 现在44岁的她一时和儿子相依为命 禁欲 杨童书晒出和儿子的合照 从照片看44岁的杨童书 一点都没有变化 依然美如少女 而旁边的儿子也是遗传了她的颜值 长得十分帅气可爱 虽然是单亲妈妈 但可以看出母子两人过得十分幸福 只可惜孩子的父亲至今是你 对此你怎么看呢 对此你受过奥伪称赚的 这年之第一ência你